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as so proud we were here In the twilight's last dreaming 旅美棒球小將林凱威小秀歌喉 唱的是美國國歌 呼應替外語教室活動站台 本日來賓以印第安人投手 胡志偉為首 搭配幾位學弟分享旅美的行路歷程 說起異鄉困擾 語言是多數人已打招門 效力迷你速達雙城體系的鄧凱威 更爆料和隊友吃飯時遭到翻譯丟包 竟然是志偉senpai所指使的 有一個隊友他問我要不要去吃麥當勞 那時候有點怕怕的 因為還不太講 因為我一開始有問我翻譯要不要去 然後我翻譯就說不要 我點唱的時候是整個冒汗的那種 只是凱威的翻譯 他在跟隊友講話的時候 請離開現場這樣類似這樣 那我也是這樣做 因為我的隊友都是外國人 我需要驚訝 我們要生存 那你要如何在那個地方生存 那語言人是第一優先 學長用心良福 就看學弟有沒有吸收 胡志偉也現場出題考考學弟 來個基本的自我介紹 應該是OK的吧 我的名字是林凱威 我的姿勢是拍攝 我的名字是Rip 這是英文的名字 我為了聖地獄 我是拍攝 22歲的拍攝 有別於學弟深色的模樣 胡志偉闖當美職即將賣入第七年 已經適應當地文化 相較之下同樣是22歲的松文華和林凱威 則是習慣回到最熟悉的地方補牆 成績不是說很理想嘛 所以就想說回來 回來找以前的偷偷教練 調整自己的 像在今年的一些壞習慣 成績跟第一年反差很大嘛 每當比賽要開始的時候 就會有那種負面的想法 第二年回來的時候 就有去特別修那種心理學 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質這樣子 新秀回到家鄉充電再出發 一步一步茁壯擦亮武器 下次回來別忘了讓大家 再驗收一下喔 YTV新聞採訪報導 不知道